有變清楚嗎 謝謝小閒的新吃飯 哈囉 威如晚安 小豬耳朵晚安 很白 為什麼我的手機這裡看很 很黃 而且我發現我長一顆痘痘耶 我直播才發現我鼻子長一顆痘痘 好醜喔 我要把它遮起來 我要把它遮起來 怎麼會長在這裡 害羞 等一下我要去 阿菜丸 還是我今天都用左邊 左邊的臉直播 看不太出來 真的嗎 我覺得很明顯耶 你們看不到油 很明顯 謝謝 鎮鎮的口罩 結婦晚安 等一下不行 我要去拿我的 我要去拿我的遮瑕 這不行 這不行 其實在意的是我的臉頰 什麼 臉頰遮不掉 臉頰就是這樣子 遮我的兜兜 而且我剛剛直播才發現 好像是新長的 沒有很明顯 我覺得很明顯耶 謝謝楊鼠的新直觀 遠看還好 可是近一點就會看到 謝謝楊鼠 我其實真的很少在遮瑕 好像你們第一次看到 Mina在遮瑕 剛長出來 對耶 今天不知道什麼時候長出來的 然後因為我現在沒有畫底妝 所以 所以發現好像還蠻明顯 好像有好一點點 好像有好一點點 Mina完美無瑕 哪有 還是有小瑕疵 雖然不常長痘痘 可是一長出來就覺得很明顯 謝謝黑雕的玫瑰 Tawa哥晚安 昨天吃了雞排的玩意 沒有沒有吃雞排 吃雞排的是你們好不好 我還沒有吃 謝謝賈魯特的love 都說雖然會沒有吃雞排了 我調了亮度 這樣看起來比較好 等一下我要開那個什麼 我要開特效 我想要開那個什麼美夫特效 哪裡有特效可以調 哇 我不會調特效 謝謝憨憨的布 我不知道在哪裡可以調 不是有 之前我記得有一個 可以調美夫瘦臉大眼的那個地方嗎 不知道在哪裡耶 我找到了 那我開個美姬 美姬 美姬開了 欸你們 你們覺得有差嗎 我怎麼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有嗎 這是開了美姬 的效果 應該有吧 應該有吧 不管開了覺得 應該比較好看 有嗎 你們覺得有變嗎 有差真的 沒差 好吧我不知道 反正有 反正開了覺得比較安心 新之罐會被擋掉 為什麼會被擋掉 謝謝米酒的新之罐 哈囉姐夫 雞排好吃 你們是不是很壞 你們一直誘惑我買雞排 雖然我一直很想吃 看我可以堅持多久 可是我現在長這個痘痘 我就更不能吃雞排了 因為我其實是不太長痘痘的人 所以 所以就算吃一塊雞排也不會怎麼樣 可是我現在長痘痘了 我就不太敢吃耶 我要再等一陣子了 等他消掉了 再買雞排 謝謝羅力郎還要熊熊 吃下去直接讓痘痘爆掉就沒有了 愛死在亂建議 愛死在亂建議 愛死好像也沒有長痘痘耶 愛死看起來很光滑 很光滑的愛死 皮膚養好再去吃雞排 亮臨的皮膚有養好嗎 聽說你昨天也吃了雞排 愛死在亂建議 雞排是什麼梗 你看 酒蛋都來看我直播 這麼久了還不知道 難道都沒有專心看嗎 長了才可以吃雞排 是嗎有這種事情 不管我有沒有長痘痘 大家都叫我要吃雞排 柴哥千 柴哥千晚安 說要吃雞排都多久 沒有很久吧 就兩三個星期而已 妳想要猜一下昨天有誰吃了雞排嗎 很多吧 要怎麼猜 感覺台灣人吃雞排很常見的事情 謝謝小皮的新吃貫 因為台灣很多雞排店啊 所以感覺台灣人每天都在吃雞排 其實是錯誤的對不對 就像 就像 義大利 義大利人 也不會每天吃義大利麵吧 我不知道耶 會嗎還是他們真的 西方人的主食是麵耶 所以說義大利人每天吃義大利麵 好像 好像也覺得不奇怪耶 但是我們就會覺得台灣人是不是每天都吃雞排 謝謝小嫻 還有綜合喵喵的禮物 每天吃也太誇張 那我覺得 可是台灣人很愛喝手搖 是真的吧 謝謝佳豪的新吃貫 就是台灣很多手搖店啊 但是怎麼說 我們不會說台灣人每天都喝珍珠奶茶 但是真的有人是每天都會喝一杯手搖的吧 謝謝安妮的禮物 就喜歡喝手搖的人就是 就是每一天都一定要來一杯手搖 不然就會覺得好像怪怪的 但是我的話是因為覺得 每天喝手搖蠻不健康也蠻花錢的 所以就能喝水就喝水 但是 但是偶爾還是會買手搖 阿基拉現在就在喝 但是有每天喝手搖嗎 但是我覺得手搖也有健康跟不健康的 就是有一些那種 嗯 就如果你是點無糖茶 的那種手搖 就還蠻健康的阿 然後加寒天 就是很健康 但是如果你加了 野果珍珠阿 然後超甜全糖 那就是不健康 可是偶爾 偶爾會想要 放肆一下吧 就是喝個全糖的飲料 有沒有 覺得很滿足 謝謝威星的新吃貫 加上每天都喝微糖率 真的喔 我的話因為我太少喝手搖飲料 特別是茶類喔 因為我也沒有喝咖啡的習慣 所以我只要 那一天喝了 什麼茶飲的手搖 然後晚上就會睡不著覺 你們會這樣嗎 只要那天喝了手搖茶 晚上就會睡不著覺 台語單單 下次用 去手搖店用台語點 手搖店也太難用台語點了吧 而且有一些 手搖飲料的名字很難 很難講 像有些手搖的名稱 都取得很可愛 但是你根本就不知道怎麼 怎麼用台語 就像口罩的台語 一般人也不會講吧 那時候你們會 全堂喝了感覺會很噁心 滴妹被嗆了 但這真的是看每個人習慣 爸爸喝咖啡會心悸 什麼叫心悸啊 但是我自己有感覺 因為其實 我是不常喝 就是有咖啡飲料的人 然後我喝了之後 我會覺得我的心跳很快 但是應該不叫心悸 心悸是不是會呼吸困難嗎 我只是覺得心跳很快而已 然後晚上會有點睡不著 心悸就是心跳加速 那不是每個人都會嗎 還是喝習慣的人 就不會有這個感覺 對啊 只要攝取咖啡飲心跳都會加快吧 胸口有大石頭的感覺 啊 阿九晚安 看Mina也會心記 柴哥到現在還在思考 為什麼吃了東三丫頭會病病狗 不會嗎 因為東山丫頭很補啊 吃很補的東西 不是就是說會訂店給我買 謝謝太空的花枝金翠 哈囉草莓醬王 愛將 空幫王 愛死沒有來生日會不知道 有一些沒有來生日會的 我要先前情體驗一下 就是我們這次的生日會 就是我們玩了一個小遊戲 就是用台語去解釋那個 物品 對 物品 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抽到的 我抽到的題目是 東山丫頭 這個真的超級難的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用台語講 而且是就是要用台語去描述 那如果蘿莉郎來了 應該也聽不懂我們在幹嘛 而且我想要講 我想要講口罩 我會一直講成廣東話的 因為真的不知道台語的口罩怎麼講 而且我現在又忘記了 好好還在加班 辛苦了 對 東山丫頭真的很難 你就算叫我用中文解釋 我都不會解釋 可是我那時候 用台語想的時候我就 我就是 我就想到 因為我真的 想不到其他的詞可以講 但是我又覺得 就是有限時間 我又很想要盡我所能的 把我想到的所有台語詞會都講出來 所以就開始亂講了 什麼病病叫啊 都出來 真的粉絲都會通靈 欸 口罩在捷運上有很常聽到 真的嗎 真的嗎 我怎麼沒聽過啊 謝謝阿芬的玫瑰 嗨 我有吃過東山丫頭嗎 好像沒有耶 我有吃過北京烤鴨 可是東山丫頭 東山丫頭到底是什麼啊 就是鴨的頭 其實我不真的知道是什麼 所以我不知道要怎麼解釋 但是 但是我 我就真的是把我想到的東西都講出來 我不知道要怎麼形容那個食物啊 所以我就想說 感覺應該是很補身體的東西吧 欸 東山丫頭 炸的滷味喔 東山丫頭是炸的滷味 所以滷味他會賣東山丫頭喔 欸 羅力郎有吃過東山丫頭嗎 炸的滷味聽起來很好吃耶 我真的沒吃過耶 蘆過的丫頭拿去炸 感覺很好吃 甜甜的喔 所以如果我 我知道東山丫頭是什麼的話 我就可以形容他的方式 是 先滷過再炸 這樣你們應該就懂它是什麼 羅力郎也沒吃過 下次可以吃吃看 對我有聽過東山丫頭 但是我不知道它具體是什麼東西 我以為是像鴨脖子之類的 因為我記得小時候 爸爸很喜歡買鴨脖子 所以好像一大袋一百塊 然後超多鴨脖子的 然後可以吃很久 然後爸爸都會配酒 他的下酒菜 但是我也很愛吃 因為我 我有時候都很喜歡啃骨頭 然後那個鴨脖子就是剛好就是骨頭 然後你又可以這樣 有沒有兩隻手抓著啃一圈 對 所以我就很喜歡吃鴨脖子 所以我以為 東山丫頭應該就是像鴨脖子的 的東西 鴨脖子還連著鴨頭 所以東山丫頭就是鴨脖子 很適合倉鼠的零食 雞腳我會吃嗎 我會吃啊 我也很喜歡吃雞腳 很養顏美容 而且我就很喜歡啃骨頭 我沒有很愛吃肉 但是我很喜歡吃 像雞腳豬腳這些 就是有膠原蛋白 然後比較多骨頭的東西 難怪我臉上那麼多膠原蛋白 去的生日會學會如何通靈 真的太神了 才哥 孝賢不會啃骨頭 為什麼啊 是覺得很麻煩嗎 哈囉不入流晚安 看著丫頭對視然後啃他 什麼啦也太恐怖了吧 其實不是倉鼠是狗 狗狗還不見得喜歡啃骨頭 都補到臉頰了真的 雞翅喔我也很喜歡吃雞翅 像雞腿還有什麼 人家喜歡吃那個叫什麼 雞的 我們買那種桶裝的炸雞 會有一個會有部位 那是雞胸嗎 比較大塊的那種叫雞胸嗎 然後雞腿跟雞翅 我就喜歡吃雞翅的部分 但是好像一般人都比較喜歡吃雞腿 因為肉最多 但我們家我就是 特別喜歡啃骨頭的部分 就沒有人喜歡吃骨頭 我就會吃骨頭 然後讓 讓爸爸媽媽啊姐姐啊 他們都多吃一點肉 雞翅要懂得吃軟骨 雞軟骨也很好吃耶 雞胸的話要安補他 好冷喔 哎你們講的笑話這麼冷 雞雞胸要安撫他 那我說哪隻咪你喜歡隻咪 走嗎 這哪這哪有很爛 我們就很好笑 真的是 你們的笑話也很冷好不好 哈哈哈哈 台語環節是誰提議的 台語環節 我有點忘記了耶 有點忘記 那時候反正就討論要玩什麼遊戲 然後就想了很多嘛 然後原本澄澄其實是說 她想要玩拆歌遊戲 可是因為 拆歌遊戲我們想不到要什麼方式 可以跟台下一起 互動 對 然後 還有因為聽的歌曲吧 大家聽的歌曲太廣泛了 我就很怕 大家猜不出來 或是怎麼樣選太難的歌之類的 反正因為種種原因 然後後來想說 不然我們來玩個台語的 台語的猜謎怎麼樣 然後我們都覺得不錯 所以後來就想說 因為這樣也能跟粉絲一起互動嘛 可是我們有點 對我覺得我高估自己台語的實力了 我一直想說 我覺得我台語還不錯啊 我真的覺得我應該形容得出來 結果真的 真的看到題目的時候 我發現 我什麼東西都講不出來 而且東山丫頭 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形容 她的料理方式或是什麼 遊戲是我們自己想的 對啊 是我們自己想的 我台語只有一句追順 我還以為我台語很好欸 10大錯覺 偶像的10大錯覺之一 以為自己 不以為自己台語很好 拍歌曲真的會凸顯代勾 不然就要找真的很 很 紅的歌吧 可是真的很紅的歌 好像也沒有什麼好猜的 雨玲跟成成被看了 欸沒有我們那時候聽到要玩台語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 我們都覺得還不錯啊 然後我們說那台語不好沒關係嘛 然後大家都覺得 欸就是台語不好沒關係啊 只要就是有效果就好了嘛 結果殊不知我們就講不出東西 東山鴨頭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講 所以我連我連丫頭都講出來了 聲音跟我一樣的人對不對 還有東西南北啊 我不知道怎麼描述東山啊 東山其實是 其實東山是大陸的一個地名對不對 可是因為我地理不好 我沒有辦法很準確的說出 喔東山是在哪一 中國的哪一區 什麼縣市旁邊 我這就是地理不好講不出來 我最後只能那個什麼西南北的 那一個字 我真的已經 我已經講不出來了 但東西南北我會啊 東西南北的台語 當 難吧 對吧 因為 以前我們學台語 以前國小有學過台語 就說那個 台語有南腔北調 就是南部的口音跟北部的口音是不一樣的 就像廣東話 廣東話也是有分 港澳跟廣東省那邊的廣東話聽起來就差很多 就很不一樣 南腔北調 所以就會講那個什麼 以前聽那個台語 教台語的那個 錄音帶 然後他就會 他就會唸兩個說法 就會先唸 北部的說法跟南部的說法 然後他就會唸 南腔北調 然後就在唸另外一個說法 所以我知道南跟北是 辣 飯 這樣子 東山在台南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有在看 東山 等一下 東山丫頭是台南的 台南的 那個嗎 這是台南的食物喔 不是大陸的食物 啊 山東是 等一下 喔 等一下 等一下 喔 欸我笑到臉紅了 那是山東的 南投 喔那是台南名產 對不起 對不起爸爸 爸爸是台南的 喔 喔 而且我 你們在留言講很久了嗎 我 我現在才發現 喔 台南人 我得罪台南人了 對不起 誰 誰還是台南人 我向台南人道歉 I'm yours 是台南人嗎 對不起 我 我貴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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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個獎勵兩分鐘還好 還沒有發現太晚 grilled 東山在台南喔 山東在雷路 妮娜我台南人 對不起 欸 東山 東山鴨頭是台南的冥產 什麼一進來就在跪 我把東山跟山東搞錯了 我剛剛還一個人講那麼久 我以為 我還想說東山是在大陸的一個地名 然後我還說地理不好 不知道他在哪個縣市旁邊 結果他在台南了 東山饅頭 等一下 誰亂打 坤坤不要誤導我 我已經搞混了 不是東山 東山鴨頭 山東饅頭 好像喔 我的天啊 這地理真的很棒 對不起 東山在台南喔 大家對不起 大陸是山東 東跟山西 Mina有在台灣聽過山東腔嗎 嗯 山東腔 我在電視上有看過 還有一個 什麼 山洞牆 這樣子 可是 就是電視上人家在模仿山東腔 可是我都看那個 Youtube 就是有人模仿山洞牆 然後底下留言就會真的出現很多山東人出來就說 這哪叫山東腔 山東人講話才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其實不知道真的山東人是怎麼講話 但是我每次看到人家模仿山洞牆 然後底下留言就會有很多山東人出來說 這不是山東腔 這是倉鼠槍 不是山洞牆啊 我在網路看到的 山洞牆是這樣子的 可是 可是底下留言都說這不標準 所以我也不知道真的山洞牆是怎樣 謝謝夏爾的花枝精粹 幽幽晚安 謝謝夏爾的新之怪 已經要開放山東人崩潰 有山東人在看我的直播嗎 我剛剛講 我剛才把山東跟東山搞錯了 害我得罪一票台南人的粉絲 對不起 有東山槍嗎 我不知道 這要問台南的粉絲了 你們覺得台南的粉絲有沒有講話槍掉 只好明天去東山標注Mina了 什麼意思 Mina如果去當直播那些爺爺奶奶會不會聽不懂我講什麼 應該是不會 但是我覺得我比較 我有時候聽不太懂爺爺奶奶說的話是真的 有時候爺爺奶奶講話口音比較重 真的 聽不太清楚 爸爸有沒有口音 我不知道南部人講話有沒有口音 我自己不太 其實我不是很會聽口音 奶凍卷晚安 柴哥通靈啦 柴哥通靈 好 澳門跟香港都是用港幣嗎 沒有 香港是用港幣 澳門是用撲幣 不一樣 撲幣比港幣在幣值再小一點 謝謝熊熊的新知貫 現在想到剛剛台南還是會想笑 我也覺得很荒謬耶 太扯了啦 謝謝熊熊的新知貫 還有謝謝坤坤的一元棒 對啊 怎麼會有人把東山跟山東搞錯啊 東山丫頭是台灣的耶 所以說東山到底在 在台...是台南一個縣嗎 叫東山縣嗎 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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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饅頭... 東山丫頭... 東山丫頭... 欸我真的... 我覺得這會不會跟... 楊潔還有契鵝事件一樣 就是... 我原本搞得清楚的 然後你們剛剛一直搞話我 剛剛誰也在那邊說山東鴨頭東山饅頭了 我真的會搞混耶 就我原本是知道它不一樣的 然後就是搞混酒 不是搞混酒 就講酒來真的搞混了 台南市東山區 在東山是一個區 在東山是台南的一個區 是區 所以山東是饅頭 天啊 好啦所以我覺得那一題我真的是 因為我不知道東山鴨頭 我不知道東山鴨頭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就只能說 有一個鴨頭 真的需要一點想像力 然後另外兩題好像都猜蠻快的 另外兩題是什麼 我有點忘記了 真的是金魚腦耶 我終於搞懂了 有了我搞懂了 牙刷 牙刷 牙刷跟什麼 馬拉松 馬拉松 馬拉松差很快很厲害 要一直跑就是馬拉松嘛 睡前要用牙刷 沒有我想表達的是 睡前一定要刷牙好嗎 這個很重要 哈哈 哈哈 南機場也是有一家東山鴨頭很好吃 所以不一定要去 不一定要去 東山 不一定要去東山也有鴨頭可以吃 牙刷意外花時間 欸對 我以為 我以為牙刷是很好描述耶 就是我以為要講 乾 睡前要用 弄乾淨 大家就會猜到 結果 結果沒有馬上被猜到 之後我就發現 我 我已經沒有詞語可以講了 所以就很慌 東山鴨頭很多地方都有在買 然後我真的沒吃過耶 我真的沒吃過耶 下次可以吃吃看 感覺好吃 謝謝阿妮 的禮物 我會講牙齒嗎 我會啊 牙齒是脆氣 牙齒是脆氣 可是牙刷的台語是什麼 好像沒聽過耶 牙齒是脆氣 那牙刷是脆 脆刷喔 可是好像沒有聽過耶 我覺得應該不是這樣講 是嗎 牙齒是脆刷嗎 感覺熱量很高 東山鴨頭嗎 滷味我覺得熱量都不會很高吧 謝謝迷哥的剪刀 阿妮 KIMI KIMI 牙刷叫KIMI嗎 你們也不知道牙刷怎麼說 欸 欸 笑嫌的台語好好喔 啊 啊 我的藍牙 忘記充電了 他快沒電了 我可能我去找一下充電線好了 欸 欸那這個台語不好的人 是不是那天都不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你們台語很厲害耶 KIMI 好可愛喔 牙刷叫KIMI KIMI 你 好想見到你 KIMI KIMI 啊 啊 四聲啊 KIMI KIMI 我少了一個字 嗯 還有啊 KIMI KIMI 啊 我知道 欸 是嗎 是KIMI 這樣子 K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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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噔噔 好想見到 咪音 啾 那也是可以唱啊 K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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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個台對 突然以為自己不會台語了 對了嗎 K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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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極致歌王欸 極致歌王欸 極致歌王欸 以前有一個 極致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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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致極致 極致 他很厲害 他就是 講的話 隨便就可以 唱成歌 極致歌王 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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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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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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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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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覺得他真的很厲害 你們知道嗎 這什麼歌 沒有啊 就是 就是即興隨便唱的歌啊 就是我現在想到什麼 就唱什麼 Mina連這個 都知道 你們知道要當一個好的偶像 就是要讓自己粉絲群擴大的話 對 要當一個 全方位的偶像 你要涉略各個年齡層 就是 什麼年代的東西 你還有 最新的歌曲什麼 你都略質疑了 你這樣才能夠跟上大家的節奏 你才知道現代人喜歡什麼 但是你也要顧慮到 不同年齡層的粉絲 極致歌號不適合我 什麼意思 我剛剛 我們就可以 Kimiya 登登登 歌名叫什麼 黃鯉鳥 是他真的有一首歌 可是他還是可以隨便就唱一首歌耶 毛毛歌 我也有聽過 暴露年紀 不一定 不一定啊 以前小時候跟爸爸一起看的話 現在也會有印象嗎 小千不知道是誰嗎 Mina幾歲 Mina 24歲 哈嘍 哈囉 紅一晚 我想要去充電 現在沒有音樂 我就拿一下我的充電器 Mina 各位 今天我很高興見到你 我要告訴你一個秘密 沖個墊 今天沒有小長 小長在旁邊 因為現在天氣很熱 然後奶奶他脾氣不太好 他只要看到小長在 沙發上面 然後他就會覺得很煩 然後他就會把他丟掉 他就說這夏天很熱 不想摸到他 摸到他就覺得很煩 然後他就生氣 所以現在就比較不敢把小長放在沙發上 充電 好 奶奶奶奶奶脾氣火爆 奶奶奶 小長是無辜的 就是說嘛 不怕得罪小長粉絲 他以為我不會告發他 結果我不小心講出來了 夏天毛茸茸的東西 他充電好像 他充電好像 沒辦法那麼快 可以了 可以了 謝謝詹先生的Kiss Juju 小長剃完毛能看嗎 小長剃完毛什麼樣子 還好Mina沒有全身毛茸茸 不然就被丟掉了 所以我 我要慶幸我毛沒有很多 謝謝夏爾的許願評 謝謝叮噹鼠的Kiss Juju 果然說在夏天一樣抱著玩偶睡覺 但是你睡覺的時候 應該是會開冷氣的關係 所以覺得還好 小長毛真的是蠻多的啦 小長毛真的是蠻多的啦 爸爸已經把抱枕丟床邊了 太熱是不是 而且爸爸家庭不是沒有冷氣嗎 那應該會不想抱娃娃 耶 有音樂了 毛再多也沒有天天多 欸對啊 天天夏天應該很熱吧 我會去逛玩具店嗎 玩具店 有經過還是會逛啊 就看一下現在小朋友都玩什麼玩具 但覺得現在小朋友的玩具都很高級 有時候看都覺得 好想要好想要買下來 可是玩具真的是蠻貴的 為什麼又開槍 沒有開槍我是關心粉絲啊 謝謝小海苔的花枝金翠 很厲害 剛剛天天那個廢眼題很好笑欸 一看到就覺得很好笑 超酷的 很有印象 沒有我不是開槍 我是關心粉絲的毛 你哪是同心未敏的倉鼠嗎 應該算是吧 因为小时候真的没有很多玩具可以玩啊 小时候真的没有很多玩具可以玩 所以很想 到现在还是会想玩小朋友的玩具 不是不是想玩啦 就是会会觉得哦很好 现在小朋友玩具很高级很羡慕 怎么一堆毛 关心粉丝的毛听起来很奇怪 不是啦 就是我是在关心 关心粉丝也关心粉丝的毛 我这样讲有 我这样讲有比较好吗 完蛋我要越抹越黑了 没有我只是就是想说 想说毛很多会不会夏天比较热 还是其实毛多的人 毛多的人其实是比较不热对不对 因为代表你的那个汗线 毛比较多散热会比较快吗 就是汗线很多 是吗 我不知道耶 用毛缺防晒 对我也觉得 就像那个动物啊 动物的毛都迷迷麻麻的 所以它们都不用防晒 也不会晒黑 可是人就很麻烦 因为人的毛太少了 就是都要涂防晒 很麻烦 这样天天的话就不用抹防晒 天天有被蚊子叮过吗 天天有被蚊子叮过吗 什么天天晒伤了 那可是手毛很多 对不起 不是 我真的以为手毛很多不会晒伤 因为动物都没有在防晒 可是 可是手毛很多还晒伤 那手毛很多的还是 还是要防晒 那你要防晒的时候 不是防晒乳都在毛上面吗 对不起 我想到画面就觉得很好笑 就是 我想到很像在 很像在挤牙膏的时候 很多毛嘛 牙刷的毛 都会挤牙膏在上面 然后 呵呵 你看多手毛 然后 你要抹防晒乳 然后 然后防晒乳都在上面 那要抹防晒 对不起 不敢 我不敢消粉丝的毛 但是 我好画面欸 你们不可以玩冷静 身为一个偶像 不可以笑粉丝的毛 自己讲然后笑鼠 对我常常这样子 我在生日会啊 玩那个台语的 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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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猜猜 粉丝猜 然后我每次自己讲一讲 我就觉得天哪我刚才在讲什么 然后我就自己 笑到不能质疑欸 然后 然后就讲不出话了 我是一直笑 然后就没办法讲话 我每次都被自己笑到 我怎么都好笑 我已经笑到留言了 没有啦 怎么没有 所以天天到底 那天天有涂过防晒吗 我 我好奇欸 天天涂防晒是像牙膏吗 还是 还是 其实可以涂 还有天天有被蚊子叮过吗 我真的很好奇 粉丝的毛是肉做的 粉丝的毛是肉做的 所以你怕粉丝的毛会受伤 天天有被蚊子叮过 真的哦 所以蚊子还是会那个 也可以涂防晒 所以天天有在涂防晒 所以不会像牙膏那样 我的问题是不是很奇怪 我的好奇很奇妙 你们知道我小时候有多烦了吧 你们现在知道我小时候多烦了 我今年都已经 我今年都已经24岁 我还问这种奇怪的问题 我也觉得我很奇怪 可是我就很好奇 我小时候也是一个好奇宝宝 然后我好奇的点都是 一般人都我就不想知道 谁care 谁会care 有手毛的人怎么涂防晒 可是我就操作为什么 而且我真的很好奇 我小时候更多这种奇怪怪问题 一般人都不会想要问的 问题儿童 对我真的 问题太多就变问题儿童 还好现在有粉丝帮我解答 真的粉丝你们很 你粉丝很nice 你们太棒了 难怪爸爸妈妈傻眼 这个小朋友问题太多了 洗头也不会像牙膏念 是没错 可是洗头你是会一直来回出楼 让他起泡沫 可是 可是那个涂防晒你就是这样子啊 一般人就是这样子抹过去就好 你不会一直这样来回出楼的啊 妈妈哪要打电话来叫我不要笑粉丝 你会像魔鬼咋那样子 你会像魔鬼咋那样子 什么像魔鬼咋那样子 什么像魔鬼咋那样子 你说粉丝的毛像魔鬼咋那样子 你说粉丝的毛像魔鬼咋那样子 可以黏东西是不是 小风宅晚安 防晒我要推开 对啊可是我就想说 有很多毛的话 应该会有阻碍啊 就是可能你推开之后 就只是在毛上面 你知道吗 就是你就防晒到你的毛而已 擦护髮油也会像牙膏吗 护髮油 可是不一样啊 你懂吗 擦 这不一样 你擦护髮油 你是要保护你的头发 可是你擦防晒乳 你不是要防晒你的毛 你们懂我在说什么吗 就是那个 不一样啊 就是你擦防晒是为了防晒皮肤 可是你却只能防晒到你的毛 都还要保护好 MISS MISS什麼 天天要miss我了 想我了 Missing me 毛多到部长可以擦的到 我知道啊 可是天天的毛真的很多 不是主防曬是擦髮膠 髮膠 毛本來就是黑的 欸不一定啦 要看是什麼種族啦 如果是外國人 外國人的毛就是金色的 跟他的髮色會一樣 問題想不出來 搓一搓胡渣就會有答案了 為什麼啊 是誰說的 但是好像看電視啊 看電視裡面那個 有留鬍子的人 然後他們想事情的時候 都會摸自己的鬍子 然後摸一摸就 就想出答案了 是嗎是因為電視這樣演嗎 這是胡渣的魔法 好神奇喔 那是古人 喔對 是古人啊 看古裝軍那個有沒有 很長的白鬍子的人 都會 沒事就順他的鬍子 是因為古時候沒有刮鬍刀嗎 所以古時候的人的鬍子都很長 然後他都會這樣摸 摸一摸 略等 還要拿扇子 對啊 古人都假 為什麼Mina沒有鬍子 因為我是女孩子啊 等一下 對我按到 我按到PK了 可是為什麼我要吃雞啊 為什麼我要吃雞 我又沒有吃雞 沒關係 不用管他 剛剛突然跳出來的 不知道為什麼 是因為整點了嗎 10點就會PK 是喔 謝謝張和喵喵的 對禮物 謝謝黑雕的玫瑰 連浪都在暗示我要吃雞 真的假的啦 整點空耶 謝謝家豪的Kiss珠珠 還有謝謝孝賢的夢幻煙火 好啦 大家不要再誘惑我買雞排了 我會去吃 等我這個痘痘消的 真的有喔 很明顯耶 那今天直播主要就想要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的 生日會 那麼捧場 Mina很開心 謝謝阿賢還有坤坤 台語的遊戲我覺得蠻好玩的 對但是不知道會不會再玩第二次 可能不會再玩第二次 台語真的太爛了 謝謝和景喵喵 什麼潛水兔這邊還有賣35塊錢的雞排 以前我們家附近也有35塊的雞排 可是現在漲價了 現在漲價變超貴 欸沒有超貴啦 只有現在好像變五六十塊吧 以前35然後慢慢慢慢慢慢 越漲越貴 然後現在就不買了 以前35塊錢的時候還會去買 現在就不買了 台語爛才好玩 真的嗎 怕粉絲聽不懂 改吃東山丫頭 欸對我真的 好我有機會去買看看東山丫頭 但東山丫頭好像 蠻貴的吧 天天家附近還有40塊錢的 台北市 真的喔 我之前看那個Youtube有介紹 有介紹便宜的雞排 可是都太遠了 不會一般人不會為了一個雞排 跑離自己家很遠的地方吧 山東丫頭算是蠻貴的 不要再混搖火了 我真的會搞混 謝謝孝賢的告白氣球 我一隻鴨子有一顆頭 一隻青蛙一張椎 一條眼睛把條推 等一下 我撤錯了 什麼的一條眼睛啊 PK結束了 PK結束了 所以它是自己會關掉 我剛才想說要 我怎麼又開始了 為什麼又開始了 它不能關掉 它不能關掉 好吧 謝謝漢漢的花之金翠 一條眼睛 等一下啦 一條眼睛 八條腿 那是章魚哥 外星章魚 外星章魚有沒有 一條眼睛很大的 然後八條腿 對 它這個PK不能關掉的樣子 我剛想關 可是我發現它好像不能關 謝謝嚇我的豬豬你喔 謝謝增增的石頭 獨眼章魚 對 我真的不能亂唱歌 我是不是亂唱歌唱錯 謝謝熊熊的石頭 鴨脖子一斤兩百 應該就是我爸爸以前很常買的那個鴨脖子 謝謝孝賢的告白氣球 謝謝熊熊的布 對 以前爸爸就很喜歡買那個一大袋 一大袋 所以是兩百塊錢喔 可以吃超久的 在團裡面跟誰最有默契 最有默契 我也不知道耶 我也不知道 可能要下次上節目看有沒有玩什麼 默契大考驗 我也不知道 謝謝孝賢的告白氣球喔 謝謝孝先生的Kiss啾啾 謝謝茄子的真情告白啊 謝謝傑夫的LOVE 哈囉鼠牛 鼠 哈囉是什麼 鼠牛虎兔龍舌馬 晚安 哈囉水源 南雲晚安 南雲晚安 那我來講第二個遊戲支援前線好了 好像也是生日會第一次玩這樣子的遊戲齁 我覺得很謝謝來參加的粉絲 就是大家都很給力 要什麼有什麼 然後 喔對我想問一下你們 你們怎麼手上都有一把那個扇子啊 就是一樣的 我的應援扇 好像是新的對嗎 就是有 突然門有聲音好可怕喔 我先數門 就是大家有一樣的那個扇子 是你們自己做的 是有粉絲發的是嗎 謝謝孝賢送的鑽石很久人 謝謝孝賢 所以是有人做 有人做 然後發 發給大家的是嗎 謝謝志偉哥 帶你去流浪 所以難怪 所以玩到那個遊戲的時候 剛好 剛好就可以 有很多我的應援殺 就不怕找不到 啊輸掉了 可可也不用PK了嗎 他不會再PK了吧 失敗就不會再PK 謝謝家好的真情告白 好可愛喔 真的喔好可愛喔 難怪看到很多大家舉著扇子 超可愛的謝謝大家 喔 喔這個輸一場就不會有了 原來是這樣子 企鵝到底長怎樣 企鵝啊 我已經搞不清楚你跟羊姐長怎樣了 企鵝 謝謝蘿莉郎的四葉草 還有很多扇子 哇 那米娜也可以有一把嗎 嘿嘿嘿 我先來 我先來跟大家猜拳一下好了 我應該會按到手很甩 我都還沒有 我都還沒有回拆 企鵝生日會有被我抽上去 喔 所以上台的那一隻是企鵝喔 喔 原來那個是企鵝喔 企鵝到底有多愛穿 熊的衣服啊 為什麼企鵝要一直穿熊熊的衣服 那一隻企鵝的當然是一隻啊 倉鼠也是一隻啊 上台的到底是誰 而且抽的時候不知道是誰耶 因為抽的時候只會出現什麼 楊先生 我看到楊先生我還想說 人家是楊潔嗎 有那麼巧抽到嗎 都不知道米娜是不是在開玩笑了 好我知道了 所以以後看到 穿熊熊的衣服的人就是企鵝 我知道了 那以後企鵝都穿熊熊的衣服 我不會再叫錯了 這偶像太不行了 不是 是他們故意搞混我的 欸 楊潔不姓楊 楊潔不姓楊喔 那姓什麼 那穿企鵝衣服的是 誰會沒事穿企鵝的衣服啊 楊潔不姓楊 楊潔不姓楊 虧的楊潔不姓楊 真的有姓氣的人嗎 不是我故意搞混人家嗎 我哪有搞混人家 結果下次都三個都穿熊熊 露露 露露是金露吧 白熊又要穿什麼 白熊就穿熊的嘛 白熊就不要穿什麼企鵝的衣服啊 對 你們有看到 那個少女咖啡槍新出的企鵝裝的睡衣嗎 千姬穿的 好可愛喔 超可愛的 可是我還沒抽到 我今天抽了三 沒有 我抽20抽沒有抽到 就想說算了 下禮拜再抽 白熊一直都穿白熊 其實白熊在三個人裡面真的是最好認的 小明又抽到了 好可愛 千姬企鵝爾裝超可愛 無憂也想要企鵝爾裝 格蘭妮的生日卡也有新的 喔 我還沒有集到 我還沒完成任務 空空全部抽到了 抽幾次 抽幾次才抽到 好厲害 白熊眉大眼睛比較好認 還有白熊比較白一點 上一次的無憂起跑 還有小禎的 東 東莊 還有一個是誰 反正上次的三張卡我都有抽到 超開心的 小禎 小禎 好像是 那個那個誰 忘記了 但是我有抽到 面面那一隻的睡衣 等一下面面那一隻叫什麼 朱諾 朱諾的睡衣有抽到 很性感 哇 空空也太歐了吧 喔對 無暇的旗袍 無暇的旗袍 小禎的冬日 啊 伊克斯的聖誕裝 對 這三個我都抽到了 上次的 上次的三張新卡我都抽到 超開心的 紅衣要先下了 好喔 掰掰 朱諾睡衣是解任務的 啊 是解任務的不是抽到 雖然我新的卡都還沒抽到 可惡 可是這次的睡衣我已經抽兩次都沒抽到 我抽兩次還三次都沒抽到 不敢再抽了 又沒有地球幣了 哈囉 健安晚安 純石頭不抽 哈哈要等出無憂的卡才抽嗎 兩次就抽完是歐洲人才有的特權 那我應該上次運氣太好了 我上次的抽三次就全部都抽到新卡了 米酒已經飛到不想抽 米酒最近運氣不好 非洲人都是50抽100抽起跳 50抽很貴耶 100抽的話 超 超花錢 石頭2000多 2000多很少耶 石頭 石頭是指地球幣嗎 你們都叫地球幣石頭了 2000只能抽一次石頭 謝謝不想上班的禮物 玩到血尿是什麼 玩到血尿是什麼 也太恐怖了 為什麼叫地球幣石頭 謝謝綜合喵喵的許願品 嗯 空空是歐洲人 遊戲太多了 所以都捅成石頭 玩太多有些混亂是不是 其他遊戲都叫魔法石 小明叫藍珠珠 也太可愛了 欸對 我剛才破音不好意思 想要拿那個 這次生日會的周邊出來給大家看看 今天 早一點的時候我有發了一個文 就是這次生日會的周邊是悠遊卡套 不只悠遊卡套 你們也可以放 小卡 或者是證件 識別證 名片等等都可以 很實用的東西 對 這是我畫的 我有說我以前 蠻喜歡 畫Q版的那種 短短的笑話 我以前其實有 我以前有在網路上啊 就是 好像那時候名字是 是叫呆軒嗎 還是別的 有點忘記了 然後就是有畫這種 然後寫小故事這樣 但我的畫風好像從以前到現在沒什麼變 就是這樣子 有點意外 爸爸在意外什麼 你說畫的意外的好嗎 跟你們差不多好不好 只是這個有 完美上色 我覺得做起來的成品是覺得 蠻可愛的 可是跟 跟七七他們的擺在一起就是 兩種截然不同的畫風 不想跟他們擺在一起 我要被他們閃報 聽說他們辦了結婚典禮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風格 然後要好好用它 也可以結合那個啊 我們的周邊不是有賣那個 我不知道那個東東叫什麼 可以掛著的東西 Mina是比較壞壞有懶頭髮的 直接不畫身體就不用畫褲子了 不覺得很可愛嗎 大家的臉頰肉 疊在一起 插畫的風格 而且我是第一次用這種 第一次用這種卡套 然後拿到的時候 我們三個人 我們三個人都不知道怎麼用它 這個到底要怎麼放卡進去 大家知道怎麼用嗎 聽說 是這樣子推開 是這樣子 往上推 還不太好推 等一下 對 是這樣子推開 大家知道嗎 還是只有我們三個笨蛋不知道 三個笨蛋 三個傻瓜 三個傻瓜不知道怎麼推開 不知道怎麼放 工作人員教我們才知道 原來是往上推開 宇文是手機殼 手機殼的話不行啦 大家每個人手機型號不一樣 這個話大家都可以用 小仙也第一次知道 換水偶像嗎 這裡也可以放 好像也可以放拍力的 有人會把拍力的放進去嗎 不敢開來用怕會磨損 看你們啦 要收藏也可以 拿來用的話也很棒 明年也會有別的周邊 鍾喵沒有拍力的 而且我覺得印象很深刻 鍾喵喵 跟何景喵喵 居然坐在同一排 太有緣分了吧 等一下放放看 對他的使用方法是這樣子 放進去 然後再蓋起來 很實用的東西 怕力度的話不知道放不放得下 應該可以啦 看到八頭 先演玉安的掌聲鼓勵 八八有拍力的 對可以放放看 謝謝玉安的布 綜合 叔叔的拍力的多到不知道怎麼放 不知道這裡面可以塞幾張啊 太多應該放不下 太多可能要買 一本相冊 太多了 像是第一次 第一次畫這種 這跟 聖誕梯的畫風 差不多啦 我畫人大概就是這樣 但覺得很有成就感 就是有一種 我設計出來的東西 然後 看到大家在用會覺得很開心 沒有 沒有米娜拍力的沒關係 明年會有機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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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會有機會的 對 米娜畫的跟人一樣 對為什麼我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 我的畫風跟我的字體 我寫字 跟我畫畫 都是 都是 都是差不多的感覺 我的字是比較圓圓的那一種 有些人的字喔 他寫起來蠻好看的 很像書法那種 或者是 有些人字很方方正正 但是我的字真的是圓滾滾的 然後我的畫也是圓滾滾的 我不知道這是跟 跟人有關係嗎 在倉鼠的世界 什麼東西都是圓滾滾的 扁圓字就圓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畫畫跟我的寫字都是圓的 但是寫字這種東西 就是小時候練字嘛 小時候會寫什麼生字本 但是到長大之後就很難 改變了 小菁兒晚安 治水本人 圓滾滾的 小菁長得醜字也醜 你怎麼自己這樣講 話不是我說的喔 哈哈 空空的字方方的 那空空有長的方方的嗎 我今天有準時在整點PO文啊 米娜不是有個屬群嗎 什麼屬群 你說我的同伴們嗎 謝謝你哥的鳳梨 米娜的簽名很好人 真的嗎很開心啊 是因為有兔子嗎 是因為有兔子嗎 雖然本來是倉鼠 但大家都以為是兔子 所以就直接稱呼我的簽名為兔子 真正不敢寫字 為什麼不敢寫字 想收到粉絲的信 蠢蠢 蠢蠢自掌的像被車撞到 你們不要那麼沒有自信啦 心意最重要 好可愛喔 還是你們現在很少寫字 其實我現在也蠻少寫字的 有時候拿筆寫字都覺得好生疏喔 就是以前 特別是國小國中的時候 天天有大量的作業 那種罰鈔等等的 就是要不見得是罰鈔 有時候就是很多作業要寫很多字 老師會叫我們要抄課文什麼的 寫到手很痠 天天在寫字寫到手都會長繭 那現在的話 現在的話就不會 現在太少寫字了 然後久久寫字都覺得好不習慣 這樣有超過十年沒寫中文字了 這麼久 還是你都寫英文 而且現在人感覺都是打字居多 好像很少在寫字了 很少寫字手會抖喔 就跟那個嗎 右撇子的用左手寫字會很抖一樣 因為太少用左手寫字了 寫粉絲信的時候都是塗了又塗 不然你們可以先打字 打下來再吵 這樣就不怕寫錯字 這樣會浪費力可帶 我覺得力可帶很貴耶 有賣那種十幾塊錢的力可帶 但超難用的 好用的力可帶也要四五十塊吧 然後每次寫錯字都覺得可惡 又浪費了力可帶 哈囉凱凱晚安 那個不用省 當然我真的會覺得 寫錯字就是浪費力可帶 又浪費水 摩擦筆 我知道摩擦筆 但是摩擦筆 總是沒有擦得很乾淨 摩擦筆其實還蠻挑 你使用的紙的 有一些紙的話 擦它還是會有點硬直 就是不太乾淨 所以我自己沒有很愛用摩擦筆 覺得不是很好用 我今天擦拳怎麼會一直平手啊 太多次都平手了吧 我連擦六次都是平手 好難過 我今天運氣不好 不顯之連墨水都省了 但有時候就覺得 我好像說過很多次 覺得文字比較有溫度 謝謝阿賢的LOVE 粉絲信要不要附上打字版本 粉絲信要不要附上打字版本 我看得懂啦 不用擔心的 插插筆在軍中都是用什麼 打火機 其實插插筆的原理就是預熱 熱的話就會不見 有錯字 但是很 還是很難避免吧 智愁還有溫度嗎 你們不要這麼沒有自信啦 智愁到會東張是什麼意思 你們要有自信一點 好吧 你們都跟Mina說Mina要有自信 結果一說他寫字 你們就這麼沒有自信 是怎麼回事 你們也要有自信啊 而且智 其實智是可以練的嘛 我的話可能就覺得自己有臉頰肉 不太自信 可是臉頰肉這個東西阿 是 我沒有辦法改變它 我只能渴望我再大一點 會不會消我的嬰兒肥 可是智是可以練的 所以大家要有智識 好嗎 居然被Mina打氣了 因為好像有這種意外嗎 通常都是我被粉絲打氣 但是我對我自己的智還算是蠻有自信的啦 因為我還蠻喜歡寫字的 無聊就會寫寫字 我看了你們的禮物卡片了嗎 還沒有 因為好像蠻多的 有時間再慢慢看 下耳都不寫留著用講的 也是可以啦 用講的也是可以啦 可是 你們到底有多討厭寫字 到底有多討厭寫字 到時候就不要見了面的時候 又說 又說 講不出話唷 給你們寫信的機會 Mina不要騎腳踏車運送禮物 感覺好危險 為什麼你們有送什麼很巨大的禮物嗎 怎麼說腳踏車載不了 每次簽到STOP都以為你在畫符咒 孝賢的簽名嗎 孝賢的字也沒有不好看啊 而且我覺得寫符咒才是大人的字啊 以前小時候 爸爸媽媽簽聯絡簿的時候就這樣 哇 一氣呵成 然後都覺得超酷的 就很想知道大人怎麼寫字 然後還要去模仿爸爸媽媽簽名 你知道有時候 忘記找爸爸媽媽簽名了 給爸爸媽媽簽聯絡簿 然後就模仿他們的簽名自己簽 然後結果還被老師第二天寫 不要自己偷簽名 這樣子 就是想學大人簽名 結果根本就學不像 然後還被老師抓包 然後覺得超丟臉的 以後都不敢 不敢模仿簽名了 你們會不會這樣子啊 模仿爸媽簽名 那我就是屬於模仿的很爛的那種 這當然要副鞋子 欸怎麼下了 好像很專業 老師太厲害 沒有是因為我真的 我可能太懂了 我就不知道大人怎麼寫那個字 而且我到現在還是不太會簽名 就是 我寫字就是還是很小朋友一樣 一筆一畫的 不太能夠像大人那種 很流暢的寫在一起 小籤國中高中都自己簽 一直是自己簽 所以老師以為你爸媽簽名真的是那樣 這也是很厲害 奶奶幫我簽 欸有 我有叫奶奶幫我簽過 奶奶簽的老師就沒有發現 看奶奶比較厲害 欸我要回猜完了 我現在有 九十六場勝場了 不錯 感覺快快要破百了 沒有希望 什麼老師知道你自己簽也不會管 真的假的 老師也太混了吧 不是混 就是人 老師太鬆了吧 老師太方的學不了簽名 所以空空也是一筆一畫類型的 謝謝孝賢的花枝精翠 我的勝率還不錯嗎 開心 希望可以繼續歐 繼續歐下去 哈囉小海棠晚安 3乘6的勝率 3乘6 3乘6是多少 沒有概念 沒有概念 現在在平均值之上 很好 大家繼續保持 我可能運氣都用在這裡了 我的運氣可能都用在這裡 難怪我的那個 少女咖啡箱都抽不到新卡 3乘6就是百分之36 歐七給我 所以爸爸生日會沒抽到 好啦 要這麼說也是可以 拆十次有3.6是會贏 好像也沒有很多 憨憨到現在才一勝 謝謝憨憨 謝謝憨憨 爸爸沒有去到千昌會 對啊 因為疫情的關係 沒有跑到南部長 好可惜喔 都是因為沒有去南部長 我才不知道東山丫頭 是台南的特產啦 真是的 雖然原本千昌會 好像是要辦在高雄 可是 我真的對南部很不熟耶 救命啊 平手也算輸 也是齁 關東山什麼事情 就是都屬於南部嘛 今天直播的重點 我發現我最近剛開直播的時候都比較high 然後到後面反而比較冷靜耶 我以前都是剛開直播的冷靜 然後過十點之後開始變high 結果今天是一開直播 結果突然賀蘭發覺 什麼 什麼 東山丫頭是在台南 跟山東饅頭搞混了 空空跟我 每次都猜書 真的 電力不足 是不是年紀大了 東山山東傻傻分不清楚 有至少我今天截獲了 我最近很ㄎ 最近而已嗎 我以前不ㄎ 最近怎麼了 最近天氣太熱了 腦袋都燒暈了 怎麼回來半小時還是東山丫頭的話題 沒有 我們剛剛已經兜地球一圈了 我只贏過綜合喵喵一次 綜合喵喵 這太歐了吧 至少今天有發現東山跟山東不一樣 不是一直都很ㄎ嗎 我也覺得我一直都很ㄎ 而且我今天 今天直播是我笑到最崩潰的一次耶 因為我真的 我知道你們常常講很好笑的笑話給我聽 可是我最會被自己笑到 我真的覺得天啊 我怎麼可以這麼白癡 直到會上台就不穿柴哥了 不會柴哥的衣服很 很顯眼耶 有夠台的 小千是覺得自己很飛 不可能會抽中是不是 就楊先生是小千 為了天天的毛塗防曬 還不像 不是很有畫面嗎 是不是覺得很好笑 你們不覺得很好笑嗎 你們想像力要豐富一點 我就是想像力太豐富有時候也不太好 就是 就是會被自己莫名其妙的笑點戳到 想說台一下 結果還蠻應景的耶 你們講笑話 Mina通常都沒有Gate到劇中 對啊 不然就可能隔很久才發現 喔原來你們是那個意思 Mina常常慢奔派 小千一開始要一直嫌棄座位號碼 為什麼小千的號碼是幾號 87號喔 是嗎 天天的毛跟中和沒有到誰比較好笑 天天的毛本身不好笑 可是天天的毛擠牙膏很好笑 喔沒有那麼多人喔 那這樣小千是幾號 小千在34號 那34號有什麼不好的嗎 上一次不是蠻好的 自己說自己笑 以為自己想像力很好直到遇見Mina 發現 一山還有一山膏 我就想中和妹妹要臉上有牙膏 好 那我應該也會笑吧 我不知道 天天的毛會想到幾牙膏只有我 是嗎 欸 10點半了 我要先念今天的排名了 今天的第13名是阿妮 謝謝阿妮 12名是中和喵喵 謝謝中和喵喵 11名是何錦喵喵 等一下我要重念 第13名是阿妮 謝謝阿妮 謝謝阿妮 第12名是中和喵喵 中和喵喵 中和喵喵喵 巴巴巴巴巴巴 第11名是何錦喵喵 摸摸頭 摸摸頭 摸摸摸摸 第12名是不想睡覺 不想上班啦 謝謝不想上班 第9名是土司吉 謝謝土司吉 第8名是阿妮 謝謝阿妮 謝謝阿妮 阿妮的頭貼是 米娜 徐霞行願 勇往之千的樣子喔 第7名是漢漢 謝謝漢漢 第6名是夏娥 謝謝夏娥 第5名是小海苔 謝謝諾莉獎 第4名志偉哥 謝謝志偉哥 會念今天的前3名 第3名是熊熊 謝謝熊熊 第2名是蘿莉狼 謝謝蘿莉狼 第1名是孝賢 孝賢今天很拚耶 謝謝孝賢 然後謝謝大家 來生日會的大家 然後不能來的大家 明年見了 謝謝大家 米娜今天睡前摔牙 不要自己笑死 想到天天的毛 什麼明年見 見見晚安 下一次直播是後天 後天的中午12點 所以大家 後天再見 謝謝 大家晚安囉 謝謝大家 愛你們 好好晚安 好好剛下班嗎 不要跟老闆說 我要酸東丫頭 老闆問號 我有看到小千跟茄子牽手 有啊 我有看到 我覺得很棒 我給予祝福 粉絲幸福我也幸福 還在家班 浩浩辛苦了 禮拜三中午看有沒有空 大家後天見了 大家晚安 多元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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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粉絲們一起祝福 茄子跟小千八 大家晚安 拜拜 黑雕晚安 檸檬晚安 好大家也早點休息吧 雖然Mina最近都有點晚睡 好啦大家拜拜 晚安 晚安 晚安